大杯水救了花艺师的命 作者 妙洛 默学 去学花艺 蒙佛菩萨加持 一切都很顺利 去的时候想 这几天我不能一天到晚吃大杯咒 多跟人交流 免得被误解不正常 没想到花艺老师看到我吃素 包里带着佛卡 跟我说他也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 他以前是初一十五吃素 相信有六道轮回 最近一次去九华山朝圣 没有坐缆车 从山脚爬上天台 平时出门坐车坐飞机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祈求平安 最近还计划着什么时候去皈依 他知道我念的大杯咒 并不反感 默学真是欣喜意外 这不就是颂持大杯咒 功德利益的长逢善友吗 这位老花艺师 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有一双魔力手 插的花艺作品十分灵动美丽 默学看着他的眉眼 觉得他长得好像观世音菩萨身边的童女 而且他原本没心 长有一颗红质 他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得罪了什么娘娘 被贬下凡 跟我说他幼年时的遭遇 让我想到童子命 有一天 他跟我说了一段 他和观世音菩萨的神奇姻缘 故事有点恐怖 胆小者就不要看了 以下是默学按他的述说 整理成的文字 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 默学直接复制粘贴过来 十年前 我年纪还小 跟着师傅走南闯北 有一次去了福建莆田 找了一处房子租住 当时去了房间 我就觉得很怕 觉得有人在看着我 但是师傅不以为然 说我这小丫头想多了 这是第一天 这种恐惧感一直伴随着我 无法安稳入睡 第二天 我感觉到有一只手 卡住了我的脖子 让我呼吸困难 脸色发青 鼻子被他掐得流鼻血 一双眼睛也被掐得 瞪出来老大 别人看不到这只手 我却被掐得很难受 怎么拿也拿不走 到后来 说话也说不出 只能在纸上写字给师傅看 有人在掐我的脖子很难受 无法说话 师傅以为我生病 带我去医院 做了各种检查 就是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最后医生只得给我输液 针头扎我的血管 我突然变得很狂躁 像是变了一个人 大喊大叫 把针头扯掉 输液管子瓶子 全都一把丢在地上 疯狂的踩他 什么都不管不顾 一个人吹冲出出租房 师傅无奈 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晚上师傅和其他同学 要出去逛街 我拉着师傅不让去 因为害怕 师傅也安慰我说不去了 哄我入睡 我迷糊睡呀睡 睡梦里听到两个声音 一粗一气在耳边响 我猛然吓醒 发现房屋里没有师傅 剩我一个人 我立马去拉开窗帘 楼下原本热闹的夜宵排档一条街 此刻却只剩下路灯 瞬间好像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 什么也感知不到 头蒙的 耳朵蒙的 直到师傅他们回来 我才缓过神 迷迷糊糊的又睡去 第二天清晨 五六点左右 喉咙那个被掐住的感觉又来了 掐的鼻子又在出血 我将蚊香盒拿来 滴鼻血越滴越多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看到蚊香盒里一双大眼睛在瞪着我 吓得我一脚踢飞了蚊香盒 鞋捡得到处都是 回头的瞬间 看到师傅一动不动的坐着看着我 当时就昏过去了 再次醒来是上午十点左右 师傅说他接到前面租着房子的老师打来电话 说他的两个徒弟之前在这房间 有天晚上去海边玩 在凌晨两点从海边坐摩滴回来 与辆大货车转弯相撞 三人运命 全被撞得支离破碎 这两个女生就是弹吉他的 顿时明白我听到的两个声音 就是弹吉他声一粗一气 这之后我师傅终于明白我是怎么了 让我赶紧起来去莆田的广化寺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到广化寺 爬到观音菩萨这里 有位老僧人指着我喊 中间那个小姑娘赶快过来 把这个喝下去 我走近看 原来是菩萨面前放着的一杯水 因为是露天放着 有点脏 我不太情愿 老和尚说 这不是我让你喝的 是观世音菩萨让你喝的 我也是走投无路 只得喝下 神奇的是 当我喝下这水 就感觉到掐住脖子的手 一下子松开了 我因此 觉得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一命 从此以后 就开始信仰观世音菩萨 墨学平时也用大杯水 治点小毛病 网络上也看到很多 关于大杯水的神奇有趣的故事 虽然墨学对大杯水深信不疑 但这是墨学第一次亲耳听到 大杯水还能治邪的神奇故事 真人真事 还是被震撼了一下 感叹观世音菩萨的救苦救难 感叹大杯水的极大威力 墨学去之前 花艺老师已经压健康状态好多天了 头晕 发烧 咳嗽 流鼻涕 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 他原本打算忙完这一阵去医院 好好调养一下身体 现在 他了解到 原来多年以前他喝的就是大杯水 甘露水 修持大杯水可以咒大杯水 修持大杯咒可以咒大杯水 就让我念一杯大杯水给他喝 墨学持咒三年多 从不轻易给人求大杯水 因为他相信观世音菩萨也是老师 墨学爽快的答应了 心想万一干涉了英国 他这点小毛病 我还是扛得住的 注意师兄们不要学我啊 为别人求大杯水一定要慎重 没有金刚钻 莫兰慈其活 少管闲事 先修好自己 墨学对着佛卡 跟着群主录音 专心持咒二十一遍 求了一杯大杯水给他喝 希望他能再次见识到大杯水的神奇 第二天 他说晚上没有咳嗽 人感觉好多了 墨学让他对着大杯水继续喝两天后 他说 好全了 墨学觉得他就是那种有善根 信佛菩萨 可是停留在烧香拜佛 不懂佛法知识的层次 感恩守月亮群主 以及众师兄创造维护的 一系列度人博客公众号 现在他已经加入普度群 愿将此文功德回向给这位花艺老师 愿他善根增长 早日归一三宝 文法修行 求生极乐 那么大慎大慎大悲观世音菩萨 作者妙洛 简介 2016年3月 开始 每日诵持大悲咒 超过108遍 同年7月加入精进群 至今为止 持大悲咒78万 受到观世音菩萨很多恩赐 满怀感恩 随喜功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